3月8号妇女节 市长韩国瑜首度参加公开支持女性平权活动 今年高雄妇女节的主题为 偏乡女力初级 韩市长表示会加强偏乡地区的地方建设 让城乡差距不再扩大 也鼓励女性活出自己 投入地方产业和社区营造 提升女性价值 韩市长出席高雄妇女节活动 为系列活动打开序幕 今年高雄妇女节的主题 与联合国妇女议题重点接轨 取名偏乡女力初级 韩市长表示偏乡地区建设不足 市府将致力改善差距 第三个建设 感觉到好像县市合并 理论上应该是院下室 怎么感觉到建设的速度越来越慢 慢得半拍 而且经费时常处于准备半拍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医疗 妇女节系列活动中 市府社会局和偏乡女力 代表们发展书三条高雄 女路小旅行生活地图 韩市长大力推荐 希望市民朋友多到偏乡走走 体验在地女力 为家乡打拼的成果 另外今年的女性影展 共有七个场次 将有六场深入内门 陵园等农鱼村放映 透过应后座谈 与在地女性或团体对话 韩市长除了支持女性平权活动之外 也将在38区成立妇女社会参与促进小组 让在地妇女反映市府施政意见 鼓励女性投入公共事务 港东新闻林亭阳 内昌邦采访报道